哈喽大家好 我是网路公庙知灵先进执行长高玉玲老师 很高兴大家又在礼拜六晚上十点半进来参加老师的直播间 感谢大家 今天有去台中参加义无反顾吗 听说好像很多人 好 那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 老师照慣例还是要现在做分享群组 如果这五分钟十分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你有看到的话 再麻烦您跟老师等一下 也帮忙老师做分享好不好 如果说你是看回放的 那么就麻烦您可以跳过这一段 把它快转到后面一点 可以直接看我们的说明 这样好不好 那请等老师做分享一下 再麻烦帮老师分享了 然后老师现在在分享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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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按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一段时间五分钟至十分钟老师会做分享的动作 如果有在线上的同学请帮忙麻烦等一下 如果你看到老师分享觉得老师的这个不错也麻烦您分享在你的群组好不好 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内心有事情然后不方便讲出来只好去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是让我们旁边生了朋友的人相当恶婉 如果说我们知道他有一些心有不悦心有不顺 还是说有一些不为人知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又没办法的事情 那可以请他上来老师直播间我们可以从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帮他做提供 解说 提出他的问题 可以让老师来帮他做说明的意思 也欢迎请大家帮老师做分享 好晚安 现在老师在分享时间 稍微等一下 好晚安 好晚安 ლ 谢 松 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謝謝 哎呀老師這邊看不到上線的人數跟人頭啊 有沒有哪裡可以按啊 這個嗎 這個嗎 沒有 聽說好像很多人在上面呢 請再等我一下 好 來 快好了 1 2 3 1 2 3 接到聲音嗎 好 可以了可以了 好 來 感謝大家 好 老師好 大家好 好了 線上很多好同學好朋友在問好 老師一次招呼 大家好大家晚安 感謝你們上來老師的直播間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網路公廟知林先進執行長高玉琳老師 按慣例我們的前面就是自我介紹 中間呢就是我們的話題分享 後半段才是我們的諮詢 諮詢時間 那我們在前面的這個自我介紹的部分還是顧名 按照觀念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網路公廟知林先進有這幾項服務項目 第一個就是借天財金 也就是說我們有事情需要自助人助以外 尋求一個天助讓事情可以更快完成更快解決還是能夠達到我們要的目標目的 我們都可以考慮來用天助的方式找老師借天財金 一百到六百 一百到六百由神明來決定要借你多少錢 那這借這個錢是好在說是由老師親自幫 借的幫申請的同學去做祭事科技去求的 換言之會比較有目的比較有專業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一個訴求 如果說有一些地方需要你自己去求自己去講去拔杯的話當然也是OK 但是有時候怕有一些人不了解流程而做的不好而產生了一些信念差異 效果上會有一點折扣還是有一點不同的反應 這樣子的話 沒差在借天財金 所以呢 來老師這邊是由老師來親自幫大家 我們只要用LINE 用視訊 用通訊的方式來做聯絡 然後提出申請 後面的儀式都是由老師來做 做完之後會寄給你來 而且寄給你之後 會告訴你怎麼使用這些天財金 所以說這個部分是可以去做參考的 這是第一個借天財金 第二個就是補財庫 通常很多人誤以為神明生日的時候要去補財庫 要去求財 其實按照老師的建議 我們這一個學術學脈的說法會比較偏向 神明生日當天是以感恩祝壽的心情去 感謝他一路以來的照顧你能夠平安順利 如果有事情要求神明來幫忙的話 當然就是針對你的事情找特定的時間點 比如說你這個時間點要考試去求考試 你那個時間點要求有一些什麼樣的課要去談 你那個時間點要簽約什麼之類的 你這個時間點有什麼樣的事情要做進行的 那我們這個時間點去求 是這個樣的一個原理 那事實上我們所謂的補財庫這個區塊 還是來自於有三種財庫 一個天庫、地庫跟水庫這三種 我們補的財庫就是說老天要給你多少了 有一些不足的我們可以透過補財庫的方式 可以把那個財庫的破洞也補起來 第二個就是地庫 地庫就是我們累市累劫 前面幾次產生的過程 有一些沒有交代清楚的 沒有還清楚的 這個部分都有透過地庫的補財庫 來做一個彌補的動作 還是把這個財庫補起來不要再漏掉的意思 還有水庫 水庫就是我們這一次能夠賺多少的概念 所以如果有時候我們常常左手進來 右手出去的這個情境發生的時候 還真的很希望你能夠來補財庫 那當然這個金額都不高 都是一個儀式而已 所以如果這相關的需求來做詢問的話 也歡迎跟老師做聯絡補財庫 第三個網路點燈 大家好你好 網路點燈也是 我們2024年賈成年還有一個多月就 結束就來了 2023年的奎卯年 鬼卯年在一個多月就結束了 既然 新年燈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為了2024年未與籌緒 所以說如果2024年有一些事情 希望能夠更順利更平安更發展 歡迎來老師的網路公廟知靈先進點燈 一樣也跟老師做聯繫 好不好 第四件事情 這是第三件 第四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網路問事 當然如果說有一些事情你不方便在網路上問的話 也歡迎可以來找老師做諮詢 不過找老師做諮詢的時候是會著收費用 好不好 當然像一般我們有很多同學在問 老師你有沒有幫人家取名字 有 有沒有幫人家改名字 有 有沒有幫人家看風水 有 理論上有關民俗 命理相關的事情 老師這個都有在涉獵 好 所以說你有特殊需求的 你可以先問 老師會跟你講老師有沒有在服務 好不好 好 以上這四項就是老師網路公廟知靈先進的服務項目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動態的部分是每個禮拜六晚上十點半 靜態的部分就是每天不定期的會在上面po網 貼文 影片 留在官網上給大家看 跟大家做分享 好不好 好 好 介紹完畢 好 接下來我們今天進入今天的閒聊時間 在進來之前 小芬 你好 在進來之前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有一個是你有事情想要來問老師的話 歡迎你 留下你的暱稱 你的問題 還有1到64其中一個數字 這三項訊息留在老師的這個直播界留言下面 等一下老師呢 把今天的話題分享完了 我們會開始來幫大家做分析 做分析問題的服務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十二生肖如何建構你的流動財庫 什麼叫流動財庫 簡單講就是你的隨身錢包 聽清楚 錢包跟背包不一樣 我們隨身攜帶的錢包跟背包是不一樣的 背包是背在身上的 錢包是放在背包裡面的 這樣了解齁 感謝大家 因為老師手機這邊看不到上面有多少人頭 要轉頭看電腦才知道有多少個人頭 人頭 有多少同學在上面 如果說有一些沒有打聲招呼的就先不好意思一下 財運我們通常來講 今天運用自己的方式去賺錢 運用自己的策略 專業去做事情而增加的收入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財運 事實上我們這個收入方式跟我們這個所謂的財運 要進來很容易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不想讓他出去 他就是莫名出去了 流掉了 那個叫什麼 叫破財 有沒有遇過那種常常 我今天領了一筆錢 我今天領了獎金 哎呀怎麼突然車子壞掉了 哎呀怎麼突然鞋子壞掉了 哎呀怎麼 比如說感冒了 比如說什麼樣的症狀 小孩子又怎麼了 然後呢這筆錢又流掉了 那事實上我們如何把錢進來而能夠留住 當然方法有很多種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做分享的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蠻好做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可以建構自己流動財庫 的一個鎖緊你的財庫的 鎖緊你錢財的方法 好所以要教大家怎麼建財庫 建構自己的流動財庫 通常我們在所謂的財庫 有幾種就是一種居家風水所謂的明財庫 就是進門45度角的角落 就是居家風水 這個眾所皆知 這個財庫 進門45度的角落 就是明財庫 什麼叫暗財庫 暗財庫就是你家裡面衣櫥裡面的保險箱抽屜 這個叫暗財庫 最深層最裡面的 那當然這一些說法是很簡單文字表述 事實上還有一些細節要去做調整 還是說要去做一些注意的地方 日後有機會再慢慢跟大家做分享 明財庫就是居家風水的明財庫 就是大門進來45度角的角落 居家風水的暗財庫就是你家 主要是衣櫥裡面保險箱或衣櫥裡面的抽屜 好另外一種原則就是你家的最深處 了解嗎 好這是明財庫暗財庫 好剛剛講到的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樣建構自己的流動財庫就是錢包 好錢包的話通常我們有分幾種樣式 老師今天準備了一種叫做長甲型的 這長甲型的 大家好 小群好 劉小姐好 這個應該是喜美嗎 小芬 小芬 東龍 智雲 這個是黎 還是劉 昭明 這個是 MI 不會拼 這個 朵立嗎 余真 晚安 好 這個是 藍 簡 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 余小妹好 還有這個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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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會拼 你好大家好 我們流動財庫就是在錢包 錢包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長甲型的 一種就是怎麼樣 一半的這種短甲型的 到時候這個會撐開 可以打開那種短甲型的 好我們所謂的流動財庫的錢包 老師要建議大家聽清楚 建議用長甲型的這個 好 當然要用短甲的也可以 為什麼要用長甲型的呢 通常女生會用長甲型的比較多 男生會用長短甲型的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男生比較習慣放在後面的口袋 女生比較容易放在你的背包裡面 好所以不管用長甲型還是短甲型的 短甲型雖然不恰當 但是有解決方案沒有關係 等一下老師會講 我們長甲型的如果說要放錢的話 老師沒有準備紙鈔 因為像我們這種長甲型的放錢 一定是這樣整張 平整的這樣把它放進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整個平整放在裡面 看得到齁 陳建成晚上好 像這樣我們錢包的那個錢 是整個攤開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錢在錢包裡面 是舒展開來的 比較怎麼樣能夠吸納財氣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會說長皮夾的比較好 就是因為錢放在裡面是可以展開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 你好 如果你是用短甲型 短甲型的 那是不是表示說這個錢會折起來 如果是短甲型的話這個錢會折起來 那折起來的話呢不是不好 因為你短甲型的關係 只是說錢是折在裡面 所以有一些時候會容易有怎麼樣 容易有受氣的錢 會去賺受氣的錢 好啦不要講那麼悲哀啦 你容易有比較付出勞心勞力的機會 賺到這個錢 好 那我們如果說在使用錢包的時候 長甲型的比較沒有問題 等一下講什麼生效 試著什麼顏色的錢包 等一下會講 好我們先講大原則 長甲跟短甲 好長甲型比較沒有問題 短甲怎麼辦 當你這個錢放在短甲裡面的時候 皮甲會折起來嘛 那折起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考慮找一張黃色的紙 這個紙張喔 理論上要跟這個錢是差不多大小的 老師這個黃色的紙喔 因為是這個是福令啦 我用黃色的地方給大家看喔 就是說你的錢放在短皮甲裡面的話呢 這個黃色的紙要放在外面 這樣了解嗎 假設這個是短甲把它打開 短甲把它打開之後 這是外面 這是折起來是這樣子的 這一邊 這一邊是裡面 這一邊是外面 這個黃色的紙要放在外圓 外圓 然後呢 讓你的黃色紙跟你的錢 像這樣子 黃色紙放在外圓 放在知道 按這個短甲的就要折起來 這樣折起來的話就變成一半而已 那你的錢再折在裡面 因為為什麼要用黃色的紙 是因為黃色五行屬土 錢五行屬金是土生金 而讓你雖然有辛苦的感覺 但是比較踏實 而且因為這樣子土生金之後 你可以賺的錢會比較多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黃色的紙在外圓 好 有問題請留言 有問題請留言 有看不懂的嗎 如果各位有聽到這一段 看得懂OK 幫老師打加一 如果不OK 想要問的麻煩你提問 老師可以趕快講 要不然你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要再回頭來會拖 牽拖大家的時間 感謝感謝 加一加一 有懂 好有懂 還有人嗎 感謝 好再來還有沒有 感謝 感謝 好 所以長甲比較沒有問題 直接用就好了 短甲 就多放一張黃色的紙 在短甲的外圓折起來 它是屬於在外圓的這樣包覆起來的概念 好不好 好 感謝大家 接下來 老師先預告一下下禮拜 老師會講電子錢包 但是 因為我們電子錢包 今天是講流動 理論上都是鎖在手機上 我們也就是所謂的APP 如何留住錢財 好 等一下老師會講 這是喜美 怎麼每個都是喜美 哈哈哈哈 好啦 現在呢 老師先預告 下禮拜會針對電子錢包的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是講流動 財庫 是你的錢包 好那錢包衍生出來 有實體的 今天就是講實體的部分 下禮拜 是要講 電子錢包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網路銀行 用手機操控去 去轉帳 去支付 還是要去做收納 收會計的 收納的一個功能 好下禮拜 會針對這個電子錢包去做說明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說 十二生肖 用什麼顏色的錢包 會有鎖住錢財 好要開始回答這位同學 留住錢財真的都不存在 我們呢 用十二生肖來分析一下 來 我們先講這個 生肖豬跟生肖老鼠 生肖豬跟生肖老鼠 來 老師建議你們是用 墨綠色 墨綠色或生綠色 因為生肖豬跟生肖老鼠的五行屬水 如果你用墨綠色還是生綠色的錢包五行屬木的話 是水木相生 你這個錢包的錢比較容易增加 當然 老師要講的是 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出去 可能會預計 花多少錢我們才會在錢包放多少錢 如果有一些人 他比較少用錢包 會用卡 信用卡也好 現金卡也好 但是他也是放在錢包裡面 不過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他有什麼LiPay iPay 台灣Pay 什麼Pay 接口Pay 相口Pay 馬路Pay 好 所以 老師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針對實體的錢包 去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下禮拜會針對電子錢包去做說明 好不好 所以五行屬水的生肖豬跟生肖老鼠 建議用深綠色或墨綠色的錢包 金 金水相生的原理讓你的錢包可以增加錢 好 剛有提到我們出去會 這一次預計去哪裡 可能會花多少錢 都有一個預告 預知 所以我們會預計在裡面放多少錢 那這樣的錢包下來會 容易有怎麼樣 比如說你可以買到 容易買到比預算還少的東西 還是說可以 突然發現這個東西好像不用買 這類的概念出來 好 生肖老鼠跟生肖豬 好 第二個 生肖虎跟生肖兔 生肖老虎跟生肖兔 因為五行屬木 五行屬木的話 老師建議你們的錢包要多用深藍色或黑色 深藍或黑色 因為五行屬水 因為五行屬木深藍或黑色五行屬水 一樣跟剛剛的水木相生的邏輯是一樣的 讓你可以在使用過程當中的錢減少出去的機會 而有多增加進來的緣分 好不好 生肖老虎跟生肖兔五行是屬木 要用的錢包顏色是深藍色或黑色 好接下來的話是蛇跟馬 龍牛跟龍等一下 蛇跟馬 蛇跟馬因為五行屬火 五行屬火 所以呢 各位可想知道的嗎 顧名思義 五行屬火 你的錢包要用咖啡色 咖啡色屬木 木深火 一樣的道理 這個錢包可以幫你守住 把錢留到你的口袋裡面 蛇跟馬是用咖啡色 如果同學你時間上允許的話呢 也可以幫老師打字在下面留言區 可以嗎 如果你聽到你的生肖知道什麼顏色的話 你時間上也有空 手也有空可以幫老師按一下按鍵 剛剛講的那個顏色可以幫老師留在留言區 生肖蛇跟生肖馬 因為五行屬火 所以錢包建議用咖啡色 原理都是一樣的 讓這個五行的香生 把這個錢伸到你的口袋裡面 把這個錢留住你身邊的概念 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再舉這個例子 好了 如果五行屬火的 它是用什麼火 克金或水克火 火克金 如果它是用金黃色的 那這樣子的話錢就留不住 如果它用深藍色用黑色的 錢就留不住 為什麼 它五行屬火 那錢包屬水 或屬金 那這樣的話它就會留掉的意思 這樣了解 那當然我們剛第一組的生肖老鼠跟生肖豬 因為五行屬水 所以你要用深綠色或墨綠色 深綠色或墨綠色 如果五行屬水 用金 用那個土 土黃色 或者是用那個金生水 或水克 用那種粉色 用那個紅色系的水克火 或那個土克水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很容易流失錢財的意思 麻咖啡色 謝謝 感謝 那像那個誰 生肖兔跟生肖老虎 因為它五行屬木 所以呢 如果用金色的金刻木 或木刻土 用黃色的 那這個錢就留不住的概念 這樣了解 好 這是第二組 第三組 剛剛有講過了 生肖蛇跟生肖馬 五行屬火 所以呢 會建議用咖啡色 用咖啡色的方式 來把你的錢留住在身邊 千萬不要用什麼 用藍色系 黑色系 或者是那個 水克火 還有金色系 火克金 這個方式的話呢 會讓錢留不住 好 接下來猴 猴子 跟雞 猴子 猴子 跟生肖雞 五行屬金 金 金水木火土的金 那五行屬金的話呢 會金用什麼 用黃色系列 黃色系是五行屬土 土生金 這樣了解 所以呢 五行屬金的猴子跟生肖雞 千萬不要用什麼 不要用火元素的顏色 紅色的 還是 綠色的 因為金刻木 那紅色元素的話是火 火克金 因為你這樣的話 很容易把錢財 流失掉 留不住的意思 當然 我們剛講那麼多什麼 香生香克 如果不小心 你有用到 香克的顏色 那麼你就在錢包裡面 做一點手腳 就可以了 你不用擔心說 我要換一個錢包 除非你的錢包破損 除非你的錢包老舊 老師會建議你換錢包 好不好 所以 五行生肖 猴子跟雞的 顏色是黃色系 好 最後一組 這四個生肖五行都是屬土的 生肖龍 生肖牛 生肖龍 生肖羊 生肖狗 這四個生肖的五行都是屬土 那五行屬土的話呢 通常就是什麼 火生土 火生土的話 可以考慮用什麼顏色 當然紅色 不要用大紅 這有點跳痛 你可以考慮暗紅色或磚紅色 當然你也可以考慮用紫色 用紫色 當然紫色比較少人用 你不建議的話 你不建議的話紫色也OK 所以這四個生肖 五行 因為五行屬土 所以你的錢包建議你用 暗紅色 磚紅色 五行屬火的 或者是紫色 去做一個加強錢財留在身邊的功能 功用 公狗 然後紅的 紫的 你應該是 應該是講 男生屬狗 老師 粉紅色而已嗎 好 余小妹等我一下 因為老師要顧慮到的是什麼 有男生有女生 有一些顏色男生適合哪 女生不適合哪 有一些顏色女生適合哪 男生不適合哪 所以 所以老師要講的是 當你是生肖狗的男生在這裡嗎 對不對 生肖狗男生在這裡 你用暗紅色磚紅色嗎 其實是可以的 有一些顏色比較暗沉的紅色 酒紅色也可以 因為 老師要講說 錢包是放在你的口袋 褲子後面的口袋 他理論上 如果那個錢包有露出你的口袋上面的話 那很恭喜你的 容易被爬 磚紅色會破彩嗎 這是誰 蜜 你要看你的生肖 粉紅色 小妹 小妹 等一下 然後這個蜜 橘紅色可以嗎 如果 如果你們所拿的 跟剛剛講的生肖是有符合的 當然就可以拿 那如果說你們 在問的問題 這樣子 老師會在問你們 你們是什麼生肖 才知道可不可以拿 對 男性皮甲很少有紅的 所以老師接下來要講一個大原則 這個應該是小琴嗎 橘紅色 那紅的紫的 好 現在老師要講一個大原則就是說 我們這個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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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什麼顏色 如果說你可以在 你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不要管你的生肖 你可以拿黃色 黃色系 黃色系 土黃色系 土黃色也可以 因為黃色系 在傳統的古代 朝廷的這種觀念之下 延續到現在 都是屬於一種貴氣的展現 那事實上 土為什麼有貴氣 當然五行 除了土神經以外 通常都是達官貴人 在古代的時候 都是達官貴人在用的顏色 所以你這個錢包 如果要用土黃色 黃色系 金黃色 鵝黃色 還是什麼樣的黃 暗層的黃 都可以 這個部分 黃色系的部分 是可以用的 當然還是回背到原點 如果說你能夠接受的範圍內 好第二個 明年2024年是走 九離火運 九離火運 是屬於紅色系列的 這個時候 任何人也都可以拿紅色的 剛剛有提到 火 克 金 五行屬猴子跟屬雞的 還有水 科火 五行屬老鼠跟生肖豬的 生肖老鼠跟生肖豬的 生肖雞跟生肖猴子 這四個生肖 不適合拿紅色 但是你為了大環境的展現 你想拿紅色系的 不管生肖 紅色系跟黃色系都可以拿 只是說 五行屬水的跟五行屬豬的 而五行屬水的跟五行屬金的 這四個生肖 理論上你的錢包要放不同元素的 一個設施 一個配件在裡面 那當然要看你用什麼顏色 如果說你有興趣 你想要嘗試 你可以私底下問老師 老師在把 要放什麼東西的內容 跟你做建議 好那老師這邊講一個原則 就是說 五行屬金的 要拿紅色系的 因為2024開始有20年離火運的話 火元素這個紅色系 是比較當旺的顏色 如果你運勢比較弱的話 你可以嘗試用當旺的顏色 讓你的運勢可以增加運勢 好老師先講五行屬金 要用紅色的話 什麼火克金 但是呢 我們如果說從這當中 如果用一個黃 黃色系的元素在裡面的話 就變什麼火生土 土生金的循環相生 也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放一張黃色的紙 在錢包裡面 不管是長甲短甲 你如果放一張黃色的紙 在錢包裡面 產生一個循環相生的原理之下 生肖猴子跟生肖雞 就可以拿紅色系的錢包 這樣了解 如果生肖老鼠跟生肖豬 要拿紅色錢包的話 你看 水火相克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放一個綠色 可以放一個綠色的紙張 或者是說裡面 暗藏一張200元的鈔票 因為我們200元鈔票好像是綠色 那你綠色的話 暗藏一張200元鈔票就不要動它 就一直放在裡面 干嘛 火 木生火 水生木 木生火 那它產生循環相生 狗 紅色紫色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對 我們線上有那個生肖猴子 生肖雞 生肖豬 跟生肖蛇的同學嗎 磚紅色會破財嗎 磚紅色會破財嗎 磚紅色會破財要看你是什麼生肖 咪 咪咪 歐女 你們方便的話可以留個暱稱 讓老師可以叫你好不好 好那個 男生生肖狗 拿紅色的紫的火生土 好 看你啦 你如果拿其他顏色的話 你在跟老師講 老師在請你在裡面放一些不同的元素 讓你可以循環相生 好不好 這個都是一個小巧思而已 我們講的是一個正常原理之下 拿什麼錢包對你比較有加分 好小妹有講到粉紅色 接下來老師要講的是 舉准你的錢包是粉色系的 淺色系的 白色系的 聽清楚喔 古黑皮夾怎麼處理 古黑皮夾怎麼處理 好 等我一下 如果你的錢包是粉色系的 淺色系的 白色系的 這種顏色很輕的色系的 理論上老師會建議不要用 因為這個太活潑 不穩定 但是還是一樣 你想拿 裡面再放一些不同的東西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好 生肖狗男生黑皮夾 黑色皮夾五行屬水 土科水 你生肖狗五行屬土 土科水 表示說你的錢放不進來 這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考慮放 土嘛 土生 金元素 金色的元素 你可以放一個金黃色的 金黃 不是鵝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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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黃色的 紫 當然 其實為什麼老師一直在講紫 因為紫 是很 薄很簡單 可以拿得到的東西 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是放五色石的那個顏色 那因為這種錢包的話 空間比較大 還可以放小顆的五色石 但是如果皮夾是短夾 要折起來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放 甚至有些人 東西比較多 放個五色石在裡面的話 也不好放 所以老師會教大家 用這種紙張的顏色去劃分 就是說 紙張跟錢一樣 是一個紙可以放在一起的 我們把它放在裡面 不會造成你的困擾的意思 所以五行屬土的狗 龍 羊 牛 這四個生肖 如果你是用黑色皮夾的話 建議你放金元素顏色的紙張 比如說金黃色或者是直接金色 還有白色也是屬金 也可以考慮放白色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產生一個循環相生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好 講完了 請問一下有沒有問題 余小妹 余小妹 老師的回答 有回答到你的答案嗎 余小妹 老師的回答有回答到你的答案嗎 有喔 好好好 感謝感謝 那那個誰還有個小琴嗎 還是誰 鼠狗可以用姓色嗎 姓色是什麼顏色 抱歉誰 這個應該是小琴齁 鼠狗可以用姓色嗎 這位 我知道你但是我忘記名字了 感謝 好 沒關係 如果有不明瞭的請留言 老師看到會回答 好不好 這樣要接下來 開始要做今天的個案分析 問題諮詢 如果你有問題請問老師的 留下你的暱稱你的問題 姓色是米黃色偏白 米黃色偏白 米黃色偏白 理論上還叫米黃色 米黃色的話理論上是屬 屬土 帶金 因為白色屬金 所以如果按照姓色說法的話 這樣子可以顯示出 屬狗拿土黃色 其實也OK啦 因為五行都屬土 那白色屬金的話也是可以相生 這是可以的 好 這個應該是 朵莉 朵莉 這應該是朵莉 你問的是姓色 好 那小琴在這邊 老鼠可以用黑色水 或咖啡色 可以啊 小琴你用五行屬水 老鼠五行屬水 咖啡色屬木 水色木香生可以 屬水是第二好的 你五行的顏色 你五行的屬性的那個顏色是第二好的 第一好的是香生 第二好的是筆尖 就是一樣的元素 小琴這樣可以理解老師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 網路公廟介紹 今天的話題講完了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問題分析的時間 感謝小琴 感謝小琴 所以 有問題的 把握時間 把握時間 把問題貼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想要脫掉了 這幾個禮拜 這幾個禮拜 會上來的人數應該都不會很多 因為這幾個禮拜都是選舉的旺季 大家要忙著造勢 忙著去拉票 忙著去做一些 不曉得今天有沒有人去義無反顧台中廠 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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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明你要講一下這個是什麼抖 我才能夠知道要怎麼回答抖是什麼 今天的那個網路好像卡卡的齁 老實 老實公廟 抖 好啦 招明老師真的聽不到 不好意思 你要不要私底下問老師好了 太歲偏充也要按太歲嗎 好 感謝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要按太歲的話 第一個要按的是生肖狗 他是正聰 六聰 生肖狗要按 他叫聰太歲 第二個的話 是當年 就是明年生肖龍 龍也要按太歲 因為龍本身有自行 自己自己行自己的叫自行 刑事警察局的行 自行 生肖龍 有行太歲 他除了做太歲以外 他有行太歲 好第三個 偏充 生肖牛 生肖羊 有破太歲 要建議按太歲 點太歲燈 好第四個 生肖兔 生肖兔有害太歲 害怕的害害太歲 生肖兔這個建議要按太歲 或點太歲燈 那像那個老虎 因為明年的流年宮 為 明年的流年宮裡面 有一顆星叫天狗星 天狗是有一點會讓你生 受傷傷害的一個概念 所以生肖老虎 雖然 沒什麼 但是呢 理論上 也是會 預算允許的話 會建議能夠去 按太歲 按太歲 點太歲 好不好 老師的手機快沒電了 我 來 至於 小雲要問 我們這個問題問完 我們就先下線 好不好 因為老師的手機剩下十幾%而已 下禮拜可能要換一支手機了 這支手機最近好像很容易浪費電 用很久了 最近財運有注意的地方嗎 有增加財運的方向嗎 小雲要問 最近有增加財運的方向嗎 7 好 小雲來 小雲這個掛架太掛喔 還不錯 最近你的財運應該還不錯 表現得很好 是不是說你 跟你的長官 還是跟你的同事相處的還不錯 啊 績效都合作的還不錯 所以呢 會顯示出來 好 重點來了 這一個事情 如果說你是已經做了很久的 當然 這個 財運可期啊 可能會過一個好年 從掛像的顯示是這樣子 如果你這件事情做久了 你現在在求財這個方式是做很久的 那表示你今年的過年 2024的農曆年會很好 當然如果你現在做這件事情是短期的還沒有很明顯 還沒有很明顯超過一年 喔 那很抱歉 不錯 是未來 最近還要繼續打拼 可以理解嗎 這個時間效應的不同 好不好 所以這邊還是要給小雲這個建議 如果是短 你目前在做的事情是短時間才在做的 還沒有做很久 表示你再努力一下下一個階段就會不錯 而且你在努力的時候呢 這些回饋都會很好 如果說你這個做很久了 當然你這次過年就會很棒 很好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好 那對不起 因為老師的手機 一直跳出那種沒有電的訊號 那很很抱歉的 不得不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提早做一個ending 那我們做一個下課好不好 來 好 網路公廟執行長高雲老師 感謝大家 這個禮拜六12月30日晚上的麗麟直播間 我們今天呢 談了這個錢包 湘潭盛歡 如果說你有一些疑問 也歡迎你可以留言 老師看到會回答 好不好 下禮拜 老師會針對電子錢包 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下禮拜 在線上直播間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感謝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晚上 美好的夜晚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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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